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然后我最近进了一个模特公司工作 我真的是很想在那好好干的 但是我老板他总是莫名其妙给我发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一些很恶心的微信 你能给我看一下吗 我给你看一下真的是太受不了了 您跟他聊天记录是吗 对 他多大年龄 四五十了吧 他结婚了吗 没结 您之后把这张截图发给我 行 那我当时许一段发给你 现在是怎么了他 前几天就是公司聚会 然后他让我坐了他旁边 我以为就是大家同事都在一起 他也不能怎么地 但是他喝了几杯酒之后 手就开始不老实了 乱摸 然后我就很害怕 我觉得吧 我刚来一个月他就这个样子 那我要是再时间长一点 我真的很害怕 您还是想留在这个公司里面发展 对 我在这个地方一个月了 大家也都对我很好也都习惯了 但是他这个样子 我帮您想想办法 您是做模特的 您公司也是个模特公司是吗 对对 行 这样 您电话给人打电话 你说下午这边呢 有个活想想一想你 这么正好双十一嘛 你说我们这边有些服装需要拍摄 需要不少的模特 而且不光这一个厂事 将他约到我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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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准备投入20来万 包咱20来个模特 当然重点得由我妹妹 而且重量达到我妹妹 我们准备去巴黎岛那边拍吧 我带着服装过去 您那边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我们是专业的呀 没问题 我妹平时在贵公司也挺受照顾的 一直以来听说在那边干的也挺不错的 那咱们各方面都很优秀 进步非常快 妹妹也说了在你贵公司那里很受照顾 平时的时候不少同事 唯独杨总晚上的时候经常问候她 吃没吃饭 虚寒温暖的 那当然 那我就放心了 杨总听说最近还学过按摩 学按摩 你有吧 哈哈哈哈哈哈 喂 静 喂 怎么了 都在谈事呢 上次电梯里我男女同事哥们抓了 在哪抓着呢 楼下 你能压着呢 行你给我拉上来 好 怎么回事啊 要不 前段时间呢 我们单身个小女同事下班 已经晚了 在电梯里面 不知道哪来个流氓有毛了一下 我也就在楼上 是你啊 哥 我错了哥 哥 我错了 你错了什么 我应该摸那个小姑娘屁股 你现在说我错了 你早干什么了 你是不是手劲啊 哥 我在这儿我错了 哪有那么多话了 那摸什么你想的 哥哥 对不起了哥 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 这么大块 你被当个男人 你屁什么玩意 你不是手劲啊 那你哪只手摸 我错了哥 哪只手摸 他每天说 啊美妹 你说你胖胖还是 咱们妈 是吧 有个人敢这么对女孩子 那就是畜生 憑什麼媽呀 跟我這個同仗 你這樣什麼 你這樣人不敢反抗 你這樣人年代比人大 你這樣人什麼 長了四分下個群術 你這樣你地位高賺錢多 你這講話 偷不偷人家 你偷不偷人這種人 我來流不流氓 是吧 你憑什麼媽小姑娘 你給我說這個所以然來 我放了你 說不出來是吧 3 2 1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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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名義吧 叫他約到我這裡 我給你演出好戲 我給你演出好戲 演出好戲 看他今後使我還敢不敢借 哥 給我借著點 滾 他最團這種人了 怎麼會這麼無恥的人 你說 楊總 妹妹你要再碰這樣事 你就跟我說 這團長無恥 這樣流氓 你這代表有什麼東西 我給我玩 行行行行 小心 我看 您這個手挺白啊 行 ghost 那這樣的話你也先回一聊 Dre 我給我妹妹也說 crypt話 我妹妹在這邊缺著石屏安票 有事您跟我說 쇼 我告诉你 杨总 好 我告诉你 行 杨总 我告诉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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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刚刚那个人没事吧 你吓死我了 这个不是个废水子 那人是我那个小兄弟 演个戏就故意来让杨总看的 我估计你这次回去以后 那个杨总也没劈他 他要是再敢摸你 你跟我说 我就真去办公室找找杨总 也得告诉很多身边的女孩子 出入职场 一定得保护好自己 如果就是自己立不从心的话 一定要告诉自己是家人朋友 谢谢你哥 真的非常感谢 这个事 好 摘歇这边工作 谢谢 那可以休息吧 慢点 小猪要把猪要擦呢